你 朱朱 睡了吗 爸 我睡了 你干吗呀 开开门 爸 我都睡了 你干吗呀 我听你有动静了 不是 我就叫睡了 您干吗呀 你叫不是我没有动静了 没动静啊 爸 你哪有动静啊 我都要睡了 爸 你哪有动静啊 你这不没动静啊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睡吧 睡吧 那您也早点睡啊 听着有动静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我都睡了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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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不是 你得警醒着点啊 警醒着点 我们这个小区 现在根本就不安全 有什么事你可得喊啊 喊我啊 好了 好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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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也警醒点啊 好 睡吧 睡吧 晚安 晚安 雨看 我们吃吧 lingen 吃ей烹 吧 ห pr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两年当中 我其实一直都有机会 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 但是我为什么不说 因为我知道你对富二代 对有钱人是有成见的 我一直想跟你说 有钱人也不一定是坏人 没钱人也不一定就是好人 对吧 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 但是两年当中呢 我认为 我没有办法改变你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 我诚惶诚恐 我小心翼翼地 隐瞒着我的身份 我其实一直都想告诉你 而且我也一直 伺机地要告诉你 我 我几次想要跟你说 我甚至已经说出来了 你的回答是 如果我是富二代 你就跟我分手 不是吗 你说我怎么说 我怎么说 我敢说吗 我连我妹妹 我都不敢告诉你 我有一个妹妹 因为她穿得珠光宝气的 如果她暴露的话 可欣 你不用说这么多了 其实我也没有 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你 对我说实话呢 对吧 我自己都没有跟你说实话 我隐瞒了我爸的身份 其实说这些都没用了 我觉得 我们俩之间的差距太大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真的没有差距 如果你非要用 有钱或者没钱来划分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你一样 我没钱 我真的没有钱 我的钱是我父母赚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别说了 你现在还是回去吧 求你了 你还是回去 你别告诉我 你迟早点去了 爸 你别告诉我 昨晚你住我们家了 我不住你们家 我住哪儿了 真的 不是 弟弟 你别告诉你爸了 行吗 你这发展出快的呀 我这什么叫发展呀 我这是收回城市 你能有这进展 你知道你最应该感激的人是什么 不会是你爸 那必须是我呀 弟弟 从前往后别开这个了 我给你换辆车吧 喜欢什么款 要不然你直接把这个拿去 你有这份小心啊 我心领了啊 我觉得我现在那天挺 我这胯子我觉得挺好 不是 我真心诚意的 这个不安全 我跟你说啊 我帮你不是为了处你的 我爸跟我说了 不要让我随便要别人动起 我这么做 纯属是为了我姐的幸福 明白明白明白 怎么 我知道 幸福 这 这话长期有效 行 那就先存着你这儿 等我有需要了 我随时找你 睡了吗 孙小爷 起这么早 你是刚回来呀 还是要出去呀 此言差异 我肯定刚回来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竟瞎折 年轻就要瞎折 要不就浪费了青春 你呀 别光顾着自己消费了 关心关心你爸爸 我爸 他又怎么了 没事 有什么你就直说 这都不是外人 对 不是外人 真不是外人 那个 你爸现在的情况 这不是刚回来吗 你妈又不在 是不是 不是 徐阿姨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我昨天晚上喝了一小酒 我现在还断片呢 我闻着你一身酒气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呀 你和你一起 多关心关心你爸 你爸现在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的 那我还关心他干嘛 让他自己玩去呗 不是 你挺聪明一个孩子 你非要把话说明白了 你还是说明白了 我真挺悟懂 前几天 你爸跟我打听 怎么找对象 有这个事 是啊 所以呀 你别光顾着瞎玩了 关心关心你爸爸 我明白了啊 全明白了 恍然大悟 我说他最近怎么老找事呢 轻轻机 躁动 你爸不是身体好吗 那确实应该躁起了 明白了啊 明白了 你放心吧 啊